作为运动轿车的鼻祖,马自达一直以来都走在轿车发展的最前沿,更加年轻动感的表现,深受广大年轻消费者的喜爱,为整个人年轻市场的发展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。 为了进一步加强家族在运动车型市场上的统治力,马自达退出了旗下的换代新车,全新马自达6。 前脸来看,新一代马自达6基本上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,大面积的蜂窝式进气格栅比较的密集,天蝎眼,大灯阻泽比较的吸睛,有着比较强的科幻气息,成为了整个前脸的点睛之笔。 从内饰的表现来看,全新马自达6的整体布局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,只是在细节上进行了更加精细的处理,氛围表现更加的年轻动感,与外观的设计形成了呼应。 在动力方面,全新马自达6的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,搭载的是2.5L自然吸气发动机和2.5T涡轮增压发动机,与之匹配的是6速手动或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。 其中2.5T创持蓝天技术发动机与马自达CX-9搭载的动力相同,而2.5L发动机增加了碧钢技术,大大提高了燃油经济性。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,全新马自达6的表现已经是比较的优秀,而售价上也是非常的清明,17万起的售价在小编看起来还是比较合理的,相信一定会受到众多年轻消费者的追捧。